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1A Diary 我们目前是站在这个小树洞 它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那里就是2023的台湾文博会的花博展区 好啦 其实是因为我不太敢在那个大门口拍摄 所以选择在这个小树洞这边 好 那我们今年的2023台湾文博会呢 它是再一次回归到台北来举行了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今年会有什么样的设计师 带来哪一些很棒的设计作品给我们看吧 那我们就走咯 每一年文博会 我最期待的就是IP授权商展了 马上带各位来认识各家品牌风格 以及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新品 和各位分享我们的文博记录 第一个品牌来看一下喵大的展间设计 还有文博会推出的重磅新品 好几年没有看见喵大本人了 这一回不止和仙女见面 还很荣幸地邀请她来帮我们介绍 本次展览的美好特色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叫做 Forest of Wonders 就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植物 澳洲有很多的森林 那每次我们经过森林的时候 我都会发现里面是黑黑的 我就很好奇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其实走进黑黑的森林里面是很漂亮的 它是有非常多的小动物 有的时候就会忽然间跳出来 然后有水的声音 然后阳光也会洒下来 然后各种植物和花都会自己悄悄地开放 我就觉得它是一件真的很美妙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我就想把森林里面的东西都带给大家 然后也做了一个小森林的入口 然后它为这一次也有带来就是圆化 它是从植物的种子到开花的一个过程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各种植物 它整个开放的过程的变化 以影文博会 游达推出的纸胶带新品是这款 花枝窗影 它有亮面PET背壳光 以及盒纸版本 接下来看这一款笔记本 一面是有细致方格 另外一面是空白的 那封面图案有四款 设计非常窃合文博会的主题 它有TN尺寸笔记本五本 全手工制作 封面印刷有别致的烫金和压纹 里面是全空白的 也可以全摊屏书写哦 再来文具类商品有一个超强设计 那就是水晶内副章啦 传统的日布印章就是改日期 旁边顶多有一些基础图案而已嘛 那这两款呢 分别搭配六个圆形 以及十个方形的水晶印章 可以搭配你今天的心情 选择不一样的设计 那文具的部分有新的创意呈现 当然过去的美好也在持续着 先前我们介绍过的纸招带 贴纸和印章们 都在现场和各位招手 好那必人不才 做了一本特别小特别内敛的小书 提供这一次展览做摆设 我只有使用喵大和Win的素材 以及立下一周年的联名款纸招带们 那除了文具之外呢 这一次也看到喵大 还有更多不同的尝试 像是三只银小杯杯 以及美好代代们 我们这一次有带来玻璃杯 和帆布袋新的创作 是因为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为大家的生活上面 不单单是文具 还有生活上面日常的用品 也可以用到 真的想要深入大家的生活 就是大家日常可以用到的东西 我们都想要做一些尝试 接下来我们看到Win 婉姿在文博会推出的新品纸胶带 我的小时光 这些小动物的穿着打扮非常有气质 是我很喜欢的那一种 温文儒雅的读书人氛围 有一些在喝咖啡 写信 还有更多的是阅读 再搭配一些小物件 让人爱不释手 这边呢还有新推出的五本笔记本 样式同样是一面空白 一面方格 它的封面配色选择很典雅 有一种暗暗内寒光的感觉 那这种蓝正好和我当天的服装很大哦 嘿嘿 那这次婉姿的新品中有很多布品呈现 像是新推出的四款环保收纳购物袋 平常不用的时候 你可以收纳成这样子小小的 方便你放在包包备用 那为了响应节能减碳 很多店家都不再提供非环保的提袋了嘛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打开变成这么大 既能防水又能承重 另外这边还有法兰绒地垫 以及陈列品牌和欧亚情聚的联名扫带带 背套 和雪芙兰联名的保养品门 这个我有在用哦 也有和米勒合作的曲奇饼干 爆米花罐罐 甚至是有这一次酷炫的手表品牌联名 这样的设计啊 我觉得比较适合女孩们来试戴一波 所以姐妹们 如果您和我一样手腕空空的 诶 姐妹手表这不就来了吗 好那每一年的各大活动呢 我们都会找一下自己印的身影 按照往例 他们都会带很多自己 以及其他品牌技术的纸胶带们 像首集这两款新品都在这边 这次的框井女子 还有水果女子 可爱的女孩们都加了一点闪亮亮元素 超级喜欢的 那这一次还有这款联名套组 看起来很像是在装月饼嘛 那里面结合了仙女丸的时髦女孩 杨军的白日梦 猫肉口小花式的吃茶印象 Wendy的月亮上属星星 90的inspiration prostage stamp 以及双猫牌绘图事务所的 pui pui q 应该这样念吧 2000块钱就可以包套了 划算的不要不要的 不过更划算的还有这个活动 在文博会现场呢 自己印摊位它会有一个小活动 你先选择这个500块钱的盒子 这边呢你可以任选纸胶带 把它装满之后 你把盒子盖起来 可以只要是放在这上面 可以卡到这个凹凹里面 卡的进去 你就可以用500块钱带走 可以 500元装到满的活动 你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 找到很多限定版 或几乎要绝版的纸胶带 平均下来啊 一卷纸胶带真的超便宜的 超佛 那前期前推出的100种生活贴纸 这一次他们也有带出来哟 很适合喜欢尝鲜 想要每一种风格 都试看看的朋友们来选购 那另外这几印还尝试了新的项目 像保温杯 小抱枕和画框这一种 另外还有印制了这几印 在纳稻城 以及台中模范店的建筑外观手提袋 因为他们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老房子嘛 能够借由小袋袋的方式 让更多人认识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设计 即去年 星期日拯救计划 在文博会的初登场之后呢 这一回他们以考古对为主题 再次报道咯 考古两个字包在这个布里面 因为我觉得 考古这东西就是 我们要揭开以前跟现在中间的一层布 所以我把这个布揭开 你就可以看到考古 就是看到恐龙 对 看到其他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这个Logo 原油是这样子 然后最主要这次的展场的布置 还是就希望他走一个很像 我们就是考古对嘛 所以这是一个研究室 所以它就是一整片的一个玻璃这样 然后 那后面的那个世界就是恐龙的世界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些观察 说大家尽量来这里的话 拍照不要 那边有个不要开闪光的 那边把这些恐龙给吓得到这样 那前面看到这只很大的龙 它叫做Max 因为它So big 所以我们观察到哪一个恐龙 我们就 旁边有个computer 然后把它输一些资料 有没有 譬如它的harbit 它喜欢做什么事情之后 再会变成一个paper出来这样 旁边有个按钮 然后旁边有一个 一些我们观察的蛋啊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弄了很多 视觉是望眼镜的概念 所以也有一个望眼镜 主要主视觉大概就是这样 旁边这一排是我们 我们在研究室考古队员平常都有在做观察的很多观察箱 它跟我们今天观察日记有关系 我们前面有这个设计的这个铁柜 就那种在研究室会出现那种研究柜 大家可以努力看 可不可以把它拔出来 我们这次的六周年的限定 因为其实主题是考古队嘛 所以限定呢 就是很需要那个东西要从土里给挖出来 所以就做了一个泼菜罐 就大力水手补派的泼菜罐 你们可以这个意象大概是这样的 把它挖出来 然后它真的里面有泼菜 这里有三个不会坏的泼菜笼 其实平常真的很从大家给我们的留言 或是一些讯息当中 真的有get到一些力量 所以还蛮希望也做一个泼菜罐给大家 大家拿到这个泼菜罐可以跟蒲派一样 也获得一些二头鸡 这里面有一个不会跑的小金矿 这是我们这次特别做的 因为碗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logo 对所以后面还有藏一个小金矿的 一种小地图的感觉 这个里面还有一张考古的试卷 可以来找我们对答案的那一种 再跟去年比起来的话 因为我觉得我们去年 虽然也有一个主题收讯良好 但比较呈现上面比较没有那么直觉 我的感觉 那今年考古队 因为这个东西去延伸 后来所有的系列 就感觉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 主题比较一致 对然后比起去年可以立刻从后面的布置 看到我们的主题跟概念的感觉 主要我比较有感的就是商品的款式项目量 比去年多蛮多的 我觉得因为项目多 所以它的变化比较多 我觉得这次很多 我觉得没有想到 然后也比较有趣的呈现方式 尽量做一些去年没有做过的比较麻烦 然后可是有趣的东西 然后像贴纸也是 其实我觉得贴纸 我也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它的里面跟外面 其实我们有做一点小变化在这边 就是每一个图案的里面 其实它还有长图案 你在用贴纸的时候就不会舍不得 然后在用的时候也蛮有乐趣 我很喜欢二日和S 把主题和世界观都做了很明确的定义 会让我觉得他们的每一项商品规划和设计 都会让人相当有共鸣感 那我也喜欢他们喜欢考古 还有太空天文主题的这件事情 那至于我买了哪一些考古队的小可爱 之后会好好的开箱呈现给各位看看 乐意团队这次一如既往有很多厉害的新品 有王同学的代电少女 是女孩系列的第三弹 和杨军合作的彩系 还有Miss Orchid 凤姐设计的花飞花 以及歌型胶带飘花集 比较可爱的地方哦 是这一次还有出牛蛋胶带耶 我喜欢我手上贴的这个 歌型很美的银莲花 那其他五款呢都是小动物 像是猫头鹰 还有这种很强壮很快乐的伙伴们 可以让各位的拼贴素材选择 又多了更多有趣的风格 那过去我参加试集的时候 末代队的摊位每一次都大排长龙 所以这一回我有特别早一点去抽号码牌 一定要来看一下他们很美很美的纸胶带 花间 这一款是有镭射切割的PET胶带 上面的优美场景 是创作者利用游戏蜡笔 慢慢堆叠出来的 这种激励感很强烈的呈现 好像放在美术馆的艺术品一样 每一阵的画面都可以单独成为一幅画作 而且一循环有200公分 真的超级喜欢 那不只只交代啊 末代志这一回还出了名画系列的小印章 就拿维美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来看 他们说之前画的都是现在的小日子 这一回想表现过去的小日子 所以用历史名画来做延伸 那另外呢 还有范古榜上绷带的字画像 以及杰克岛的星期天下午等等 一共是有奇科印章 那今年是末代志的八周年 他们也推出这个魔法公班小队 我们觉得赛翼都是一些小光点 所以它就会有很多 你看它在捕捉赛翼 然后它就是负责把这些小光点变成星星 像这种大星星 然后像这种就是 它要把它摆到夜空中 把它摆好 然后这个呢 它就是在做坏事 它在偷大家的星星 就是它可以跟任何一颗都做组合 迪布这边的小星星呢 还搭配今年的slogan 你的每一个善意 都将成为夜晚的光芒 你这么高的话很容易输出口 可是会让人家记得 或者是我们想听的 其实是一些温暖的话 比如说像大家 大家来看看我们 然后说这个好可爱 像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夜晚的光芒 好那刚才说的八周年小印章 可以单独扭哦 登登 好的 我扭到的是 五星星的人 再来看到这个熟悉的台湾地图 我们其实在2019年的这集印试集 有拍过这位设计师哦 没有看过的朋友们 可以回顾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刊物叫晚石志 它其实是我们在2015年 在葡萄牙创刊的 那当时我是一个旅游的身份去创作 然后把我吃到的食物记录下来 图像的话就是用当地的食物去拼成地图 当时旅行的时候 很多外国朋友也会问我说 那台湾的饮食是哪些 所以我们就接续出了台湾的这个刊物 然后里面介绍的就是 我觉得外国人必须知道的一些 台湾小吃跟美食介绍 可能我从来在台北长大 那我自己没有去过很多县市 所以这三年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走访各县市 然后去真的去品尝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 我还不知道的事物 所以今年这本书就是更着重在各县市的特色 完食制经过了近几年的疫情洗礼 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以及特别的周边 这些是把我们视觉的图像延伸成嗅觉 所以这里有很多是跟食物相关的味道 有苹果派 芋头塔 然后还有巴勒 乌龙茶 我也喜欢这个 这它不是吃的 但它是用食品级的原料去制作的熏香的 设计师说到年底还会出版一本新书 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再和各位分享 我们曾经有出过彰化的爱智 他们有一个很棒的品牌叫甜蜜生活 是我觉得在闭眼睛阿妹亚领域当中 绝对可以正用一席之地的超棒棒品牌 这一次也是有妹子新品的 带各位来闻香一下 另外还有这种透明的标签贴纸 我觉得很别出心裁 但缺点是可能会因为太可爱就舍不得用 好的 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兔兔品牌 懒散兔与猪先生来啦 所有的图案当中呢 我最喜欢的形象是它 那当然我们本身也很有可能 很容易有机会渴望挤出这样子的画面 那一个小别针才35块钱 我觉得very好 那隔二杯垫 拿在手里面的手感很不错 旁边还有这个小可爱保温杯 品牌还要出这种PVC贴纸 用这种想要的小袋袋包装 分别是一包10张和一包6张 又是一种 买了可能会舍不得用的罪恶单品 所以呢 我最后选择这种 黑白色系的贴纸 百搭又绝顶可爱 那现场还有这种超级可爱的 芒包小吊饰 可惜我是个臭手人 应该抽不到我最喜欢的首选吧 我很喜欢陪陪的小兔子们 这次摊位 弄成了缤纷多彩的小兔子世界 远远看就非常吸引人 这次我是有看到两款水晶印章 可以盖出专属于小兔子的世界 哦对了 各位如果有看到这种小盒子兔兔啊 可以打开看一下 它里面是贴纸套组 从包装到内容物都做得十分用心 这次还有出这个 我很想要包套的小兔烫金卡牌 不过截至又内敛的成稳的我呢 决定抽一张就好了 虽然很想要抽到玉金三款 不过其他的呢也非常好看哦 这一次还有看到 在LINE贴图上很常看见的小学课本的逆袭 是早期国小课本很常看见的这种插画风格 那它们这次带来一系列的小贴纸 有名画系列啦 还有一些比较 诡谐的语句内容 不仅是婚礼宴客概念 旁边还有立牌可以拍照哦 哈哈哈哈 对我在 我卖我的 这次在文博会 我们还发现这个品牌 它们带来很多可爱的小兽片 有很Q的小动物 或其他摊位也是有看过的历史名画系列 那它们也有科制化商品 可以挑选你喜欢的小兽片 再拿来核素色的证件套或其他物件搭配 很多款都超级可爱的呀 好的 每一年在各大展场 都可以看见我只在呼吟的可爱猫猫们 这一次 一样是率领许多设计团队来打团体战啦 有牧田森果 三阿姨 还有BB画画 以及无口美 聚光棉等各家品牌领均 每一次都需要和各位强调哦 这些琳琅满目的干式转印贴纸 可以印在安全帽和水杯等物件上 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那最后我们加码展示一下 它们出品的绝美纸胶袋门嘛 过去我们会购买一些MU的转印贴纸 当成帮手帐加分的好朋友 今年它们一样是有很多很优秀的转印贴纸 以及水晶印章的呈现 而且这一次还加码推出了笔印尼 每一款笔印尼呢 都是有三种配色 尺寸很小巧 刚好搭配它们家出品的这些小小水晶印章 方便做出比较细部的颜色处理 希望以后颜色越出越多 或是可以自行配色选购 那又会成为另外一个坑啦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珊妮妮 有很可爱的小鸟先生 还有放在鸟巢里面的鸟 可爱到高达特 这次跟着朋友来看的是新品纸胶袋 Life in the book 有名言家具 也有人物和小物件 气质非常疗愈可爱 那如果你是牛扭蛋的话呢 小扭蛋会掉进鸟巢里面哦 So cute 好的我们看到大语言的小宇宙超市 有很可爱的小房子橱窗 里面摆放的是印章 旁边还有明信片 以及许多颜色经验的纸胶袋 还有这一个 以26个英文字母为字首的单字 来作为设计基础 像是E就是茄子 G就是可爱的小鬼怪 在这里我们再扭一颗扭蛋吧 从英扭到床单鬼 那我希望可以扭到我喜欢的职业 首选是太空人 好的我扭到画家 虽然说依旧不是首选 但还是超级可爱的哟 那今年文博 我想用食物的复古书报坛 来当成结尾 他们出了三款PET胶带 分别是日本杂志风 欧美杂志风 以及出暴风的飞鸟足迹 就是这个延续了A to Z的这个系列 然后所以你会看到小小的角落 其实有A B C D E F G一直到Z 一直到这边 Christmas X是Christmas 所以你也可以一直用到冬天 这一整整是一个A to Z的平贴 你可以直接用 但是呢它的元素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色块飞鸟跟报纸 所以如果你在叠加上自己喜欢的元素的话 它还不会过于复杂 除了纸胶带之外 事物还有38色的小硬台可以选择 想要全包的心情一直涌现耶 那我还尝试了扭蛋印章 有52款印章和3款印台 我希望可以扭到Y或是A 结果是信封小情书 依旧可爱 今年的文博会有花博、松烟、华山和空董等场域 不过呢我主要是专注在花博的商展内容 虽然影片PO出来的时间 文博刚好结束 但我还是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 在文博逛展的心情和收获 一起认识更多的品牌 挖掘美好的文创商品 好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噗